我們的想法 基本上我的想法比較簡單 我認為其實小朋友他們的生活 其實是不需要太介入他們的 你只要在旁邊看著他們 有一種就是 你要站在小孩哪個位置照顧他 現在的媽媽我覺得 在我看來媽媽都是站在小孩子的前面 然後拉著他 然後告訴他 這裡不能去喔 你會摔下去喔 你會摔下去 你已經擋住他 可能連懸崖都還沒有看到 你就告訴他會摔下去 所以他就覺得 媽媽叫我不准做 他根本沒有嘗試 可是爸爸的想法 我們的比較是 我們在小孩的後面也看得到 然後把他推他 不是 女人像阿彪也出啦 不是啦 沒有啦 我們也不會這樣 我們就阿彪才會啦 對嗎 不是每個人都跟阿彪一樣 我們沒有 他已經成長了 他成長了 所以要生三個以上就好 對 所以老婆要生老三囉 哇 太強了 所以我們爸爸的想法是 我們比較會在後方 讓小孩子看著他 他快要掉下去的時候 我們拉著他 說 你現在知道快掉下去了 你要小心喔 對 然後小朋友才會知道說 我自己真的面臨過這個危險 而不是小孩面臨到 你就先阻止他 其實我跟仁虎哥的想法是一樣的 就是他比如說 因為我們在水龍頭 他有冷跟熱這件事情 對 那他其實熱那邊是靜止去碰的 那他有時候會好奇 所以我會試著 當然不是說 這樣講 我的做法 我就會抓小孩手去 快速的碰一下 我說燙不燙 燙不燙 燙喔 你以後不要碰 知不知道 他再也不會去碰他了 對 所以我的做法是 會盡可能讓他引導到 他想要去認識的地方 然後讓他知道好與壞 去做選擇 我覺得我就是 這樣一個 好吧 你轉向他 你這 這一次動畫會不會打擊啊 你 認得我認得你 歡迎加入我的戰隊 好不好 謝謝 謝老師 謝老師 老師 好笑 好笑 我發現 他們兩個就處於一個狀況 就是第二點 來 我們看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你們就同一戰線 然後對方講的都是對的就對了 對 我們男生跟男生之間不會有心結 不會像女生那邊 我表面上跟你很好 私底下這邊講 不行 我們是很直接的 我們很直接的 討厭就討厭 喜歡就喜會 認同就認同 我老公也很容易相信別人 他最容易相信的人 就是貴姐 哦 貴姐 貴姐漂亮吧 對啊 也算是 搞半天是這樣 我跟你講不是因為他太愛面子了 他每次出去逛街的時候呢 耳朵都很軟 軟到讓我以為他耳朵沒骨頭 然後呢為什麼呢 因為他每次只要去逛街的時候呢 他就會就是聽那些貴姐在那邊 跟他介紹啊 然後他就是因為 有時候聽人家講了很多之後 他就會覺得說 不跟他買好像就是只要拍sit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然後呢他就一定會買 然後呢我記得我家有一次呢 就是要換請具 他想要換一個枕頭 然後呢他進了百貨公司之後 劈頭喔他就要去給我選那種最貴 然後最頂級的那種 就是請具店 他就覺得那裡面呢 大老闆啊 不是 這個呢沒有關係 就是因為他就是個盤啊 你知道嗎 然後呢 他就一進去的時候呢 然後那個人就看他一副就是 你知道寫著 冤大頭三個字在他臉上 沒有 然後當然貴姐就立刻呢 拿出了最好 最高級的枕頭給他 連試躺都不試躺喔 立刻跟他說 那就兩個這樣 然後我就黏喔 對 可是你知道那一個要價 就要好幾千塊 兩個買下去也是不得了 我跟他講說 那我們去別家就是看一看好不好 然後我就硬把他拉出那間店 然後去了別家逛 然後呢 硬逼他就是躺那些枕頭 然後他才發現說 原來就是你知道 躺起來枕頭 舒適度差不多 但價錢就是天差皇帝圓 其實也是可以買到很好的枕頭 然後我就覺得說他真的是一個 你知道盤納耶 因為大家都知道 前前前前還蠻長一陣子 Ben有就是合夥做一個義式餐廳 然後做這個義式餐廳 其實在他投資 然後在做這個義式餐廳之前呢 其實我就跟他講 因為我覺得隔行如隔山 今天你對於料理不熟 也就算了 但你對於這種開餐廳的你更不熟 然後人事成本你都不知道 再來就是會計都還沒有請好 這個狀況在裡面很容易會產生很多很多事情 所以後來啦 好啦 就真的果然被我看衰 後來就收了 那收了之後我就問他 我就說前前後後多少 他說還好啦 大概就是快100 然後我說快100 是第一次100 是前前後後100 他說 就前前後大概 100多 然後 然後就一次 一次 一次更多 最後我知道的是將近200萬 天啊 真的是100多 100多 大家問了三次 101跟199差別 但我問了三次而已 因為我不敢再問第四次了 因為我覺得到這邊打住 然後我就覺得你怎麼那麼傻 就是為什麼人家跟你講說要開 然後你就相信人家 然後男生還有一件事 就是很容易相信別人就覺得 真的 真的 相信 你對面剛剛的那兩個就是這樣 真的 然後如果想要借錢 他一定借他 真的 你看 我曾經是有犯過這種錯 你借人家錢還是給他借錢 我借人家錢 哇塞 是有的 可是 可是我覺得男人是這樣子 我覺得男人是 你借多少 你先講借多少 30萬左右 哇塞 還得沒 原本跟我說一個月後還 結果變成 有還不錯 有還不錯 你剛剛那種感覺嗎 前前後就2千 5千這樣還 還到你會覺得 身體也不是很舒服 而且要有錢嗎 可是我覺得男生是這樣子 我還是回到那個話題 男生就是個小孩子 他一定是在錯誤之中學習 他一定是在錯誤之中學習 當一次之後 就不會長大 那小孩會長大 男生就不會長大 真的 男人長大以為就只有年紀 在女生上 他的意思是說 30萬就像是他拿手 去摸一下那個熱水 對 泡一下 避免未來借人家300 3000這樣子 對 以後人家跟我借錢 立刻又說 我沒錢 口袋都在老婆那邊 這樣就好了 真的 不是這樣的 但是有時候女生會過度的保護 導致我們男生會覺得說 那個 我知道你想保護我 可是保護過度了 我覺得小朋友也會有這樣的感覺 只是小朋友不會講 但我們是男人 我會講 我就要講出來 就是呢 比如說 來 最常我跟你講 在座的一個講 你今天好殺喔 你今天 怎麼樣 穿不一褲果然不一樣 對不對 對啊 我老婆要出國一個禮拜 好棒喔 好棒喔 碰住這一集 碰住這一集 我突然也遇到 你自己去看 對 她應該不在 下禮拜不在 比如說像呢 我老婆呢 她就會這樣 因為我自己呢 跟朋友出去的時候 然後呢 我是一個會看 整體狀況 就比如說我看 今天大家吃飯 然後會發現 其實幾個朋友大家出去 如果假如說 大家生活的這個狀況 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 可是如果我發現 幾個朋友 比如說像我跟我弟弟 然後跟我弟的那些朋友 一些朋友出去 或者是 我的朋友他們收入沒有那麼 比 像我那麼 沒有比我好的 優渥一些 對 我就會說 不是剛剛就是怕國稅舉來茶 是不是 不是我只是不想講 怕鮪魚 真的 我們的收入比人家好受 然後我就說 那沒關係 那這一趟我請 或是有時候跟員工 或是跟朋友出去 我都會這樣子 可是我老婆就會說 你為什麼覺得 你自己過得比人家好呢 然後我就說 沒有啊 因為其實大家 我們朋友之間會聊天啊 她也會說她生意上 有什麼困擾啊 或是什麼幹嘛 我們大家聊一聊 彼此可能會知道狀況 她說 對 她算比你還多 只是她出來都裝瘦 這樣也會這麼簡單 對啊 她就一直這樣講 可是我就說 不會 我們男生不大會這樣 真的 我們真的會 我們在男生面前都要 耗面子的 怎麼會隨便講說 我真的最近超慘的 讓我欠一屁股讚 哪會講的都嘛 是講說 我自己現在生意做得多好啊 怎麼樣的 所以她會 會來跟你講說 她過得不好的時候 一定是真的過不好 對 我們不借她錢 但是我們請她吃個飯 OK啊 不為過 朋友現在過不去 沒有工作 我吃飯的時候我就說 那你要不要出來吃個飯 總比你拿出來說 救濟她 朋友可能還不想要 幾百塊幾千塊的東西 其實就不是說那個 三十萬加那個 不是 不是 我的 沒有攻擊到你 對 對 我們同一個站隊的 剛剛是突然就是一把劍 好 我們來看一下 老公除了天真之外 還有任性的問題 什麼呢 小孩子 一把年紀還燃燒青春靈魂 這很性感啊 你們眼神都要講 你們眼神都要講 這兩把年紀還燃燒青春靈魂 大家都要青春啊 從來沒有青春給我穿皮褲耶 你是青春靈魂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不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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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 我不要這樣抄自己 而且我真的覺得那個靈魂 該收起來就收起來 因為有的時候 你花太多的靈魂在燃燒 你會發現那個 廢氣會害到自己 我老公就是這樣 我在認識他之前 我在認識Ben之前呢 其實我就知道他很愛改車 然後曾經 我知道他最誇張的是一次 就是他買了一台新車 然後花了一台新車的價錢 把這台車改了 真的嗎 你都回到小春的意思 然後我就說 誇張了 那你為什麼不買一台拼湊車 就是組裝車 把它組裝起來 對啊 這不一樣 這不一樣 這男生感覺不一樣 然後我就說 那你大概改了什麼 他說你來做做砍 我只知道就是 你進去的時候 觀眾說 在地板上那種感覺 然後這樣就算了 他自從改完車之後 你知道我們去很多地方 跟人家約吃飯 永遠都遲到 我曾經最誇張的是 經過我真的跟那個大禹治水一樣 就跟人家約在那個地方 然後就一直繞 東區一直繞 一直繞 然後我就說 對不起我找不到車位 停車 不能停 然後他就說 不會啊 你就停什麼 百貨公司地下室啊 那邊很多車位 我們剛剛看有100多個車位 我說 那個超困的喔 你知道 他你要這樣看 對 就眼睜睜看 這裡有50個車位不能進去 機械車位不能進 這邊100多個車 不行 地下室不能進 你看你們這個改車 有多給他給 真的很給他給 但是這都是你以前的事情 他現在要改很多 他不會怕喔 你也會怕喔 你有會怕嗎 你有會怕啦 有會怕他生氣嗎 他現在在燃燒另外一種魂 叫做放車魂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你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Yeah